连日强降雨也造成台八線路段不斷有落實 發生影響到交通 工程單位每天是踩四個梯次管制放行來進行搶通 這次國慶連假雖然天氣不好 但依舊是吸引不少遊客上山 管制站前一度排除有將近一公里的車潮 何環派出所趕緊加入支援 不僅協助開道 也在最容易發生落實路段 出動員警指揮要護送每位民眾安全通過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连日的強降雨在雙十廉價期間 造成台八線114.6K到120.6K的官員 到金馬隧道東端端 不斷傳出有落實發生影響交通 大型機具第一時間進駐 在道路上不停開挖 排除滑落的土堆 而每日折彩是個梯次的管制放行 原本工人有做好很好的党主措施 可是因為降雨以及落實行情太嚴重 所以落實已經掩蓋到路面 現在工人正在後方在實際搶修 從年假首日搶修到7點22分 昨天第二日搶修到8點13分 那今天第三日他們還持續在搶修中 等他們搶修完畢完 一樣會讓平等的用路人通過 這幾天通行狀況都正常 人員都平安 惡劣的天氣加上不佳的路況 依舊是抵擋不住連假期間民眾的出油性質 在管制站前更一度排出將近有一公里長的車潮 何歡派出所趕緊加入支援 不僅協助開道還在最容易發生落實的路段 出動援警指揮並擔任起守門員的職責 護送每位民眾安全通過 記者徐立琴 修林鄉報導